很酥辣 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做这个盐焗鸡吧 这个盐鸡呢就是用盐焗出来的鸡特别的香 好吃 今天买这个鸡呢以后要把它洗干净 鸡的脖子和那个头我都把它去掉了 把这里面的都气管啊什么脏东西都要把它去掉 现在呢我们就是准备一点葱和姜 姜片有五六片三根葱剪断 这里是一勺的淡酱油一大勺淡酱油和一大勺的料酒的混合液 这里是一包的那个鸡粉 其实呢就是这样鸡鸡用的那个粉你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它主要结构就是有盐 你如果家里有十三香也可以用十三香和盐一起用就行了 先把料酒和酱油放到一起以后把它按摩按摩 这样它是不是就是颜色烤出来的时候 焗出来的颜色可能会好看一点的 按摩好了以后呢 这就用姜片把它撕拌一下 好这时候我们就放这个粉 这个鱼鸡的这个盐呢 它里面有盐有香料 所以我们把它撒在所有的部位 像这个鸡胸呢 这个比较厚实的地方呢 你就可以多撒一点 稍微多撒一点 多摸一摸 多按摩按摩 还有这个鸡大腿 给它按摩的时候 然后要戴个手套 就凡凡里面有骨头啊 把手里去 戳破了 都抹均匀了以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葱姜啊 都放到它的肚子里面 把它等下包好了以后 放冰箱隔夜 明天再来烤 第二天来烤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 腌制已经隔夜的那个之鸡 今天呢我想呢 把它拿进去烤 所以现在我已经预热了烤箱 380度 把它肚子里面的这个 什么葱啊姜啊 还放在里面 把它翻过来 这个鸡好像这个腿 有一根长一根短的 把它盖上这个乳膊去 就这样我们拿入烤箱 我们预先已经设置了380度 烤一个小时 好我们这烤了有一个小时了 我们来打开看一下 哇很香啊 现在要把这里面的这个 这个汤汁先把它倒出来 现在我们就用它这个 刚才自己倒出来的 这是非常好的 那个鸡油上面 有这个油呢 味道也很好 我们现在把它表面呢 就涂一点这个油 然后呢 把烤箱设置400度 再烤个10分钟 把它表面都烤成精华就好 现在烤好 这颜色还是挺漂亮的 把它拿出来 这个夹子 把它夹出来 看吧 这样子就是这一只整鸡 烤得很酥烂哦 柔软哦 一撇你看就断了 哦很容易 很酥烂 我们搞一点肉 尝尝这个下面的肉 味道很好 一撕一撕都撕开了 咸香 嗯 味道很好 一手的油 都是油 味道非常的好 鸡蛋